好 我们现在进行下一品吉祥品 网剧经第39 刚下课的时候 那个我刚上一节吉利的那个居士 他说他有些烦恼很容易 不容易放下 因为他那个黑白分明 所以他很难去调舞 尤其是我说哪一个烦恼你最哪一个 他说我就黑白分明 所以我就有些看不惯了 我就很难放下 讲一讲以后他刚才又点进来 他说他现在很惭愧 不过心也柔软多了 吉祥品 然后有什么跟他讲 因为最主要我跟他讲说 什么叫黑白分明 你真的判断的黑白真的清楚吗 比如说虽然这个人有过失 你说我是黑白分明 错就直说 对不对 问题 你还不了解他得度因缘 是不是直说得度 还是委婉说 还是不说得度 如果他应该是不说而得度 因为他惭愧心中 说了会增加他的奥违心 这时候不要说 对不对 你就黑白分明 你说白黑不明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人不是说而度 应该是由不说而度 你不支持黑白 说为黑白 我当然没有讲那么多了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 事情的宽广不同 随着你的经验越多的时候 真正的黑白分明会有不同的见解 此时不说 还会说这个人的过失 这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态度 假如我不能冷静下来 其实虽然在这个层次 我是黑白分明 从更高层次来讲 我是黑白部分 所以当你要掉入镜里面的 黑白的对立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再跳开来看一下 大势大肥在哪里 尤其是求行人的 大势大肥在哪里 但我如果在世间守岁次 都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 黑白分明 到最后不能往生 这个黑白分明 对不对 那我们讲讲说 我往生为了自立 但我往生如果会立他 那这下一个大 大大的黑白分明 所以很多事情 所以你见一个见 认知不一样 你判断就会不一样 所以我是说 我赞叹一个 他能黑白分明 但我希望他有更广 更智慧的黑白分明 对 你继续坚持这份 黑白分明的这份抉择力 这种心情 那表示你对戒友 有这份欢喜嘛 对不对 但你还要学会 看更广更大的黑白啊 大势大会在哪里 这个你才用大的观点 来看小的 这时候很多事情 你就能忍受不绝 这不是相怨 而是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说 小 有人看到有人在起码吗 你怎么都不管 你是不是没看到 知道啊 你怎么不管 不要管 为什么不要管 不要管刚好 你为什么不要管刚好 不然你看看 待会就会改变了 没有 你去管 会让他很多的事会搞不清楚 因为你介入 有些事情让他造恶 让他受口报 他才得教训他 你介入 那谋虎到最后 结果出来 本来他本来要得十公斤的打击 结果因为你介入 他变成五公斤 对不对 他讲说 他要不介入 我连他五公斤都没有 即使你介入他少五公斤的压力 恶报 但因为你没让他去承受 所以他不知道 他会讲说 都是你介入 或者我根本不会 在我的 因为他很愚痴 他认为说 我这明明是善果 就是因为你介入 你脚乱了 才有五公斤的恶果 其实以智慧来看 就是因为你介入 他少了五公斤的恶果 但他不清楚了 你把我混乱了 他没有学习机会 你说他这样他会倒霉 我说小倒霉 没关系嘛 天天我们都在倒霉 差那么一点点 让他从倒霉当中学会成长 这才重要 是不是 所以像有时候 我们碰到很多恶报 我们就太极婆 然后就介入 看到别人不信 就太极婆介入 不介入也不是 介入也不是 这个时候要去看智慧 真的不得已 你只好介入 但你要知道 其实你要保持谦虚 不是好心就可以要求别人 强制别人接受 好心还要智慧 对不对 这里面种种一切都是 要抉择 这都是从见上见理的 所以说有时候可以直接跟他讲 有时候不讲 有时候用怎么讲 这个里面各有他的你观察的东西 你观察的不一定彻底 但随你用心观察 善法增长不同 对 有一份观察有一份功德 有两份观察两份功德 那是不是一定圆满 未必 未必 但你就尽心嘛 因为至少在度人的时候度自己嘛 你每一份的用心对众生的那种观察 这都是在净化你的身心 所以我会讲说 我长起来这件事情 某某人去做 你就去做 很顺利做完 那还有这一个人大概这样 另外一个去做 他做到一半还故意打击他 怎么做那么差 然后故意把东西弄坏 重来 你说 师父啊你怎么对他那么好 那个人做 你就旁边协助他 那个人一做你怎么一直挑剔呢 而且增加的那个分量很重 不一样嘛 因为那个人只有扛五公斤的 就给他五公斤乎的 那一个加上 因为他做这个事 我比如说这件事情是布施 我来加他 骂他几句 还让他修到忍辱 你知道吗 你不是我 当然我没那么大善巧 不过我只举例 就是我骂他几句 我知道他堪忍 没问题 我骂完他还会忍耐 他会埋怨一下 可是还会熬过来 可是熬过来功德又是他的 所以我就加个料 比如说你们要来这里听课 我看看你们都好像蛮坚定的 好 打雷 他还来你看又熬过了 因为打雷会怕 起了坚人的心说 我还是要去 光起这个念你看 又增加了精进功德 下大雨 我是种种的打击 还真的来的 你看 平顺来没多少功德 障碍重重来 功德无量 你说 我明明知道你看人 为什么不加点料给你 是不是 表面上我是对你饿 其实你骂完我也没关系 反正带了东西回去的都是你啊 除了上课之外 还经过打雷下雨 把其他功德也带回去 你知道 这种观察就是有另外一个角度了 你必须要了解 整个法的升级因缘 你才知道说适当的 你不要以为说我吃饱 没事干有虐待狂 不是 是因为我知道 他可以从这边得利益啊 那另外一个呢 另外不行啊 那个如果打雷下雨 他就不来了 那个不能打雷 就是刚好他走过去 他走了上空都不下雨 开玩笑 不可能我碰到这个东西 不过有些人就一直下一直下 为什么 反正他会来 多点磨练增长功德 其实这个就是 一在那里 有没有定法 其实没有定法 我们现在看这个吉祥名 修祭之术 续恶旧山 终后景福 就是说 我什么叫吉祥 我们不是叫吉祥咒嘛 对不对 这个不是我们来念那个吉祥咒 咒夜六十恨吉祥 这就是吉祥咒啊 你看你是念吉祥咒大吗 这一瓶大 这一瓶叫你真吉祥 那吉祥咒真正的功德 也是依这个而来 你信不信 所以说 你去恶旧山 忠后景福 就大福报 书正的福报 活尊过足天 如来常现意 有范子道士来问何吉祥啊 因为有范子就认为说 什么样的吉祥啊 因为佛能过足天 如来常现意 能显现真实意 这时候有这个范子来问 何者是神吉祥 于是佛闽伤 未说真有要 以信药正法 视为最吉祥 能信药正法 最为吉祥 为什么 这是最根源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知见 从知见里面破无名 就是从根源里面最吉祥 这个吉祥 是不是所谓 屈己避凶 消灾免难 最好就持戒 不是吗 那你怎么会知道持戒 那还不是因为信药正法 你从与贪生之戒法 乃至其他的定 从与他的慧 都是从与持戒上信药正法 这是一个最吉祥的事 我们一般有的吉祥 都期待别人的加持 辟负 不是啊 最吉祥的就是 你就马上能当下抉择 此为不吉祥事 这是吉祥事 我去做这个吉祥事 那何必在第三者来加持 就是你就是了 所以说 以为说真有要 真实的法要 以信药正法 视为吉祥 这个我们 只能大约跟大家谈一下 不过就跟着牵头一样 所有所说的道品 都是吉祥事 我们看到 第一个是信药正法 若不从天人希望求侥幸 亦不导持神 视为最吉祥事 就是你不是求天 希望求侥幸 就是自己不以如实的因果相去作为 而希望由第三者的力量 求得侥幸 非因期待 就是我们讲说非处 非处的意思就是说 善恶因 却想求善果 就是非处 善因得善果 这才是处 才是真正的四处 那一个叫非处 为什么 善恶因不可能有善果 所以你存这个侥幸 你不祈求这个 那其实在佛法里面也是 我们有时候在佛法慢慢走走走走 到最后就开始对佛 佛教开始产生 跟其他宗教有点性质 你看哦 什么最吉祥 信药正法 最吉祥 那我们从三宝处得了也是 这一份以法 亲近相应的 这个最吉祥 但我们现在慢慢会找 从以自己本身 不能依教奉行 而希望求以三宝 祈求侥幸 对天人不能求侥幸 对活呢 对活 活当然不一样 但问题 光只是从侥幸 求侥幸 我常讲说 第一个活根本不要你求 法身是平等大悲 无缘大直 同体大悲 不需你求 就能加持你了 今天所有求 无论是打开你的心 跟三宝相应 但如果你心存侥幸 却不知道如是善因善果的奉行 但求侥幸 这不会落下 那如果你这样求 一旦没感应 你当然会办活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他虽然就讲天人 但同样我们对活教 也应该如实了解 我们可不可以求 其实我们常讲说 可以求 但要亲近的求 在亲近求当中 如何让你心 以三宝的亲近相应 这个感应道交难之一 但只是用侥幸 你既然要求与佛 当应依尊教 尊尊照 活着教室来修 这时候就感应吉祥 我们应该跟贤者的有贤 跟贤人在一起 责善而同主 常先为福德 就是自己应该积极于福德上的作为 那赤身从真正 就是说 就是我们要求自己 所行 深口义 应该依着正道而行 是为最迹象 当然这个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 从前面也有谈到 所以不要跟愚痴 应该要跟人贤 还是多闻戒情俱德的相互 下医子 这个才能得得重善 那一样的道理 所以为什么会吉祥 因为这些人 他带给你的一种是 善念增长 道德增长 再说 去恶从旧善 避久知智节 不淫于你色 是为最吉祥 去恶从旧善 就是我们旧善 避久知智节 因为为什么旧容易让你乱 所以说你不懂得自我结智 所以其实不是光酒 而是那一个不容易自解的 就是最大故事在这里 他乱理心智 乱理心智的 所以说还是乱理心智的 这应该都要自知 要结智 不淫于你色 因为这是贪着之所重 是最重 所以你淫于你色 这个里面 为什么我们在很多过失里面 都会盘到这个 不管哪个烦恼 不管是贪 撑吃 你看在佛法里面 也有讲说 盈焰撑火起 火烧功德灵 火烧功德灵 那也很过失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 为什么撑火起 会火烧功德灵的理由 其实你注意看 包括盈 那为什么盈会产生这种问题 说盈里面所启动的心 容易产生怎样障碍阵法的那个心 撑会有哪些心 其实有些法一旦起的时候 正如我们前面讲了 它不是一个过失而已 我后来再看 这个问题就是 假如你可以是平常这个烦恼都没什么 但你有一个烦恼很少关照 但这个烦恼却不断在滋润的 所以当这个烦恼没对之后 一起的时候 连那个本来都不是烦恼的 都变成烦恼 我看到有人是这样 就是说他不会计较 但如果跟他的重要挂爱冲突了 他就计较了 我不会讲那个虚赖经 虚赖经是天地要来扰乱虚赖 天地是不是散法 散了 但他看到虚赖菩萨功德为为 他想说这个以后一死会取代我的地位 所以他说不行 所以我去扰乱他 他就不会夺我的位 他居然急中颠倒 他本来是善神 善天人 他是守护了 结果当他碰到自己 可能会影响到他所拥有 他最挂爱的时候 他就起恶了 起恶了 所以我们也是就是说 他其实三界为什么说 他不究竟 在某个意义上 他的道德可以大过你 可是根源未断啊 所以一旦起烦恼 是不是起烦恼会陆陆续续而前前 所以我们在看到一个烦恼 为什么这些烦恼你要好好看 他他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语句东西 你看到一个撑 一个摊 一个吃 他代表多少烦恼 我们有六根本烦恼 对不对 那六根本烦恼 他会从这里引申多少烦恼的 因为六根本烦恼 代表什么 大谁烦恼 中谁烦恼 小谁烦恼 不管什么谁都谁在那里 所以这个六根本烦恼 一起的时候 表示都有资格 有能力 引申其他烦恼 带头起来 好 那你看到 现前这个烦恼 具有你哪种体系 你就要观察 所以就算经典不说 贪有哪些过失 你从缘起观察 你说贪的缘起是如此 所以贪会葬哪些上罕法 得哪些恶报 你都还可以自己讲 对不对 因为你从缘起观察 因为你后来说 经典没这么说 你去找一定有 我经常是这样干的 讲完 因为我认为缘起是这样 到其他经典 真的有 这是掌握道理 这样比较适合 不要光只是 寄那个 诵地藏经 念地藏民有哪些功德 要看 为什么一个地藏民 会隐身这些功德 因为这个经典 地藏民代表几种德 念地藏民 归一地藏 菩萨 有隐身哪些善法 在内心生起 这时候就会隐身 这些种种德 所以要避久 自知自觉 不淫于女色 思为最极限 多文如戒行 法律经经学 修以无所称 思为最极限 多文如戒行 多文如戒 就是依戒行 如一戒 依着戒行 法律经经学 不但光律 还要法 不但光法 还要律 这两个是一并情 在阿罕经里面 法律 法律 有法 有律 所以这里面 法的知见 多文 然后依着戒 而行 法律经经学 修以无所真 当我们能 依法而持守一戒 以众生里面的 种种的 真 那种 其实真不是光表面上的一个真 而是那个不合 那不合当然需要是那个冲突 其实就是分别对地的 我们讲无真三昧 什么叫无真三昧 抿除一切众生相法相 就能入无真三昧 那这个人 为什么修以无所真 因为我依法亦律 能胜善安住以法亦律 所以无所真 那这无所真的话 当然最迹象 所以我们这里面 从这里可以看到什么道理 这里面 有人 你注意细细看 你一般 不一定完全这样 不过你可以试试看 你一般比较不容易吉祥的是什么事 你自己想一下 就是你比较容易碰到哪些挫折 哪一类等流特别多 或是哪一类异熟特别多 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这样的阴 这样的果一般带什么阴 那你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个阴 但这我说不一定是因为 这可能是很久结了 但今天已经改了 比如说我们经常 碰到很多人欺骗我们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经常有欺骗的行为 因为这个等流习惯会出来 但有时候说我这一生没有欺骗 可是经常被欺骗 为什么 那可能是很久之前 很久之前先现前 但有时候我为什么 因为很久之前的我们不知道 但假如是现在的 你可以防啊 你可以防就是说 不要再照这个阴 隐身这样的果了 所以如果你发现 经常有等流某一等流的 类似同样的这种境界 就是那种烦恼心不吉祥事啊 你在看它的阴在哪里 有些事情是因为 你已经在滋润这个烦恼 所以这个果报一直出来 所以不吉祥 所以如果你能从这边去防护 这种事就容易走向吉祥 居孝四父母 自家养气子 不为空之行 是为最吉祥 这个空之行 应该是空法 不是空之行 这个空之行的 另外一个版本 它另外一个版本就写一写 法 空法 就是什么 你在家要孝顺乎母 你自家要好好养你的妻子 不要让他们有所匮乏 那是为最吉祥 这是在家 那在家为什么 因为当然这里面都是 从某个道理里面讲说 这样做能导应感应吉祥 但反过来 是不是这样做就一定全部吉祥 因为因果又发现不单一线 但这样一定会促成吉祥 那有促成的功能 是不是就马上具足吉祥 未必 为什么 因为它里面还有很多 其他因缘 所以你从很多吉祥事在做的时候 这些都会改变 所以因此我们有时候就 我修了到半天 怎么都没感应 其实感应的 你看不到而已 是感应的 为什么 这个东西啊 当你在参与医政法相应的时候 有些过失 有些报已经减化掉了 这不是我们述之以这种不可知 而是因为这个本身 它已经因缘散掉了 只是因为你所改变的不彻底 所以它还有报 但报已经减化掉了 但报已经减化掉了 甚至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就像那个金刚经讲 这一身为人贫贱 低贱 那不过已经是中业轻薄了 已经中业轻薄了 所以你跟我说 孝顺父母 在一个照顾家人 他为什么吉祥 第一个 你让他的家人不空法 那不空法当然除了财这方面 还有种种的照顾 让他能欢喜 那这个欢喜家和和 就是也是吉祥 所以以在家来讲 孝顺父母 那好好的对自己的子女 妻女 妻女的照顾 其实这也是感应吉祥 所以佛法其实是很浓通的 很浓通的 所以我们在家型的时候 要知道 因为你是在家 你在家就要这样做 你这样也是一个吉祥师 所以有的人就说 我在家应该什么 在家不要 在家有在家的因缘 你应当常念三一瓦波 对 但可是因为你现在还在家 所以有在家当行的善法 因为这样才能感应吉祥 像有的人在家 但也不知道 就强修出家法 是形式上的出家法 结果就弄得家不安宁 因为他不配合 不配合 所以当初为什么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不适合结婚 我们大学的时候就觉得不适合 因为这种个性我还没学活 不过就觉得不太适合 因为第一个 你一旦结婚你就有义务要照顾人 但你无法去要求别人跟着你做同样的牺牲 因为你有牺牲个性 你有服务牺牲的个性 可是不一定每个人跟你一样 既然家就必须要养 养的时候就会 跟你的理想会冲突 那以其到处的冲突 不如现在早点举着 就是这样 因为那你没办法 你既然主的家 你就不要尊重每个人 你不能把每个人当作跟你一样 做苦行生的事情 这是不合理的 你如果要这样做 你就要尊重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个性 每个人的根性 你不能去要求每个人配合你 能碰到那是你的福报 没碰到是正常 所以这个一开始你就应该要觉得 因为这必须是家的 那个家在 所以你必须要尊重 你必须要去做 那所以说为什么到最后 我们就觉得说 这个有更更积极要做的事情的时候 就一开始 第一个不落入家这个范围 好 我们再看 不慢不自大 我们看一七六夜 不慢不自大 知主念反复 以识诵习经 视为最迹象 不慢不自大 还有知主 不慢不自大 我们当然知道 在佛法里面 你识诵习经 当然有文法 慢跟自大 产生什么 第一个 不容易意到三知识 那还有慢跟自大 不容易看到自己的故事 所以本身 他在以得极强的因言上 会因为慢自大而责打 再过来 你要念知主 你看 我们现在这个道理 我想大家慢慢如果听就比较清楚 不知主会有哪些情形 不知主就会贪 一旦贪 很多事情就开始正常 知慢他 就产生了 还有我们要念反复 其实反复啊 就是有来有往嘛 对 其实有点就要知恩 知所反复 就是说 你要能知道 能等着念其德 知其恩 要有所回报 能知足 能感恩于我自己所受用的 然后我能知反复 那以识颂习经 这个思维最吉祥 经经常诵经 那当然我们现在诵经最主要还是要 依经思维 依经思维 而不是这样一直文字一直念一直念 其实经的意思啊 我们现在有时候诵经啊 当然一般人也不能做到那么详细啊 但我一直很鼓励就是 诵经的时候要有一份功经 而这个功经最主要还要取其意 就像我们现在有没有像诵经 有啊 我们不是直接文言文 我是解释给你们听 你们的心有没有照着经文在走 有啊 所以我把这个经文的意思 我用一个比较活泼生动的意思 抓你的心 让你心随着经文的意思 经的意思 不是那个 就是经有一个经典有它的主怪思想 那这个主怪思想 让你的心安住这个经文 然后产生这个道理 这就是诵经嘛 那我们觉得在这样课堂中 我们今天诵四小时 昨天诵四小时 你看 这个月没诵的 现在都不回来 你看 所以我不是讲说 对我来讲帮助很大 为什么很大 你看 你们听的还简单 我讲的要更用心 对不对 我这两天就八小时 那我回去还有十二小时 再过来再几天又有十二小时 我公这个月就好几小时 我的功课啊 早晚功课比你们多了 你看 是 是啊 开车开车开车 干干干干干干 要精进不懈怠 赶快冲啊 不要超速 又要谨慎 要镇定正念 开玩笑 那你会超速的绘画款 嗯嗯 然后到了以后 然后又调整身心 然后比些安住你法的思维 即便我们懂得不多 但在讲的当中 第一个成就别人 其实最重要是成就自己 因为这一段你不能散乱 对不对 你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 你的法一直反护一直反护一直听闻 一直听闻一直思维 你觉得得利益最多是你 所以为什么法的窜息也是从这里来 所以这里面你就会从这里又可以感觉到什么 别人请你说法 有因缘当成就 除非真的是没办法 我这因缘当成就 为什么得利益最多是你 因为不然你试试看看 那没人听你一个人对着禁止你这样讲会很利的 嗯嗯嗯嗯 因为这样讲对自己帮助到 可是如果就是没人你也很难讲 所以有时候不要管两个三个 有得讲就讲 为什么 因为在自立利益 因为这样的一堂课 能广为思维 因为这必须要很 因为你的心要提起来 或者的话你以欲不能串息 各方面会出问题 所以你其实要提起心力出来 但这个努力 其实对你来讲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 持栽修范行 常欲见贤胜 依附明智者 是为最吉祥 所以我们持栽修范行 常欲见贤胜 这个都是吉祥式 跳过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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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刚讲完 刚讲完 这是所闻 没关系 这个 好 所闻常依人 乐欲见沙门 没讲则听受 思维最吉祥 所闻 常依人 就我所闻的时候 第一个当然这个道理可以很多 所闻常依人 我要能安忍 不管是恰不恰当 我要修安忍 再过来 以正法处 我要能领纳 我要能领纳 所以在修行当中 第一个像我们学法 有时候学不懂 学不懂的时候 这时候你要忍耐 不要一下子 不懂 不要 要忍耐 对所闻的能堪忍 去消化它 乃是 我们这个来讲 对于 因为这里应该是往文法这边谈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所闻 当作其他的一般法来讲 不管是顺境逆境 你倒要正念安忍 那当然这如果是所闻法 你能安忍的时候 这如果是所闻 如果当作法的话 这边人应该这么解释 你应该能领纳 纳受此法 常依忍 忍的意思你看 忍就是堪忍 能纳受 像我们现在 我现在开始讲很多空的道理 这时候有人就忍不住了 为什么 听不懂 那如果我现在讲的时候 你听得很欢喜 忍住了 忍住就是说 我能接纳 如果你跟打击是另外一回事 不会像很多 就是我忍不住 现在就是道理 道理我能懂忍住 道理我不懂 我就挡在外面 我不堪忍 这个就是这样 这所闻常于人 我能独时离闹 安住于心 要乐于见沙门 没讲 则听受 这不是听一个东西 而不是光是你听经 它是在反护 琢磨我们的事件 像你们 我们现在这样一晃 两天过了 来也不来 接一样 是不是 时间过了 你就算再怎么忙你也来了 那也得了 好 你说 啊回去就忘了 没关系 你也在这边 这两天八小时当中 你就算听过 回去就忘了 但你听的时候 起一个对法的欢喜跟皈依 你就证 如果能入你的心 常做正念 这个法继续影响 就算没有这八小时 在一个刹那当中 对法升起皈依 欢喜信受 比你这两天去上班 都赚多了 是 是啊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 我们现在出去修闲 其实并没有转化我们的心 因为那是顺利的欲的 但我们现在来问法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是有点 比较 要必须要忍耐 但其实他这个忍耐 刚好是在调五番 有人供养这个东西 说吃了又 会有几种排毒现象 我要看一下 因为要是说吃的 就是有缓效果 我还以为排毒 但会不会有排毒 其实会有排毒现象 什么排毒现象 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说 在我们修行的时候 我常讲就是 为窜息苦 为窜息苦就是 我有烦恼在窜息 但你现在跟我讲一个正法 第一个 第一个 我的习性还在 你假如我现在 我们不是在那个 修禅药学里面讲 就想谋 我常举这个例子 有的人烦恼到很重的时候 没办法会起魔杖 那就出去逛街 出去逛街就想谋了 为什么 他的烦恼有个先卸除 所以他这里面也是调忽的一种 当我们在修行的时候 是不是有烦恼在窜息 这个烦恼在窜息 如果你不遮挡他 你没有什么烦恼 你没有烦恼 为什么 因为顺你的欲 顺你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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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当你不对治你的烦恼的时候 这段时间是很安稳的 你开始对治的时候 他开始不舒服了 所以这就排毒现象 这排毒现象 就是我们开始顺着欲 在流动的时候 这时候没有问题 但开始用法对治的时候 这开始就激荡了你的烦恼心 那激荡烦恼心的时候 这刚好是未窜息 我们的善法未窜息 未窜息会有未窜息的苦 所以当我们在开始修行 会不会有这个苦相出来 会 所以修行一路上都不苦的话 那可能是上根心 再过来就是很懈怠 那个两个不会苦 因为上根心已经超过这个烦恼 再过来 没有精进 没有精进 他不会冲击到他的烦恼 所以他不会苦 所以有的人修行一路上很安稳 其实未必是好吃 因为一条路里面 他有很多必须要折服自己的 因为你想 一个是靠着我直在过日子的 我们一路上靠着我 而今天现在所有修行 是在破除你的我直 你说你会不 任何反应都不会产生吗 不可能 正常的话 你应该会有这个起乎 所以有时候看到 这也就是说我们从经教里面看到 有些人修行暂时不得安稳的时候 也不要轻易太在乎 所以说为师者有时候 你也必须要学到这种 看到你从事某些教学工作 看到学生那里不安稳 你也不要轻易就是减轻他的压力 把他的苦拔掉 不是 他正在在学习窜息 你这时候不过把他的阴眼拿掉 他永远不窜息 所以这时候你明明知道他会苦 因为这时候他必须要跟他的烦恼 做一番的琢磨 对抗以后 他养成窜息就会跑过去 这时候你轻易把他拔住 你会让他不成宅 会这样 好 我们接着来看 这个 再过来到 持灾修饭行 常欲见贤胜 依附明智者 是为最吉祥 那我们刚才已经有谈到 像所谓贤胜这样的因缘 他如何感应吉祥 吉祥的原因从哪里 那我们从于持灾修饭行当中 看到当然这个等于是最后的一品 把所有能感应吉祥的做一个简单的列出来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中间的一个关系 所谓的这个吉祥的因缘在哪里 那我们依这样来感应 所以这里举了很多东西 举了很多东西 最主要我们要学会看到他的因果关系 看到他的因果关系 这个我们刚才有稍微腾一下 那我们接着来看 以信有道德 以信有道德 在另外一个版本叫以信修道德 正义相无疑 欲托三恶道 是为最吉祥 我们现在来讲 以信修道德 这里面 正义相无疑 这里面是以信跟无疑相对 以信跟无疑相对 那在佛法里面谈到这个信的意思在哪里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对法产生疑 疑的时候就不容易谈主 之前我们就谈嘛 要有信 信为欲 欲为情依 这是一个因果关系 那如果一旦疑 他就无法产生善法欲 以无法善法欲 他就不能经济 所以这时候你想要脱三恶道 你心不能安住 像我们现在经常在谈一个道理 就是一个很 我为什么之前一直跟大家谈的如何圣洁 来产生决定 因为这个是关系到你下一步的法水法心 法水法心 像我们现在 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你能不能当下对它产生一个正确的抉择 世间法我们看到一个东西 我们马上可以生出一个抉择 但我们佛法所听的 不一定马上落实下来的抉择 好跟坏 世间的东西 这个好这个坏 我们马上抉择 但对于是佛法 有时候我们好像懂 但却拿不出来 比如说我们之前不是在谈吗 像这个东西 你对它有时候都还有一种挣扎 挣扎到要不要 要不要 在修行戒法上 有时候会觉得说 其实很忍耐 到底要怎么样 跟自己的烦恼一直折衷 因为你本身对这个东西的定位还模糊 包括对善法的定位还模糊 对恶法的定位还模糊 你还能看到真因果 你看到真因果的时候 是马上就决定不能用 或者实在不可 所以这里面马上信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怎么样信佛法 因为如果你没真信 你就无法真正拿这一份 所认知的法去抉择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就说 看是懂 就像我刚才问大家说 你们想不相信因果 大家都说相信 但真的相信吗 那可是你刚才还在埋怨 那你会埋怨表示 你不相信因果 因为你觉得还可以怨 如果你相信因果 那不是自己遭感的吗 那你要怨谁 所以我就讲说 你有没有真心 所以如果真正了解因果 是不是已经证过了 是真的 因为他见法 见缘起 因为见缘起 就是见因果 所以我们很多道理 看是懂 其实有没有疑 有 因为还没确信 所以说 你以信来修这个德 以安住于对法的这份真实理解 这个信心一鉴定 你看 在为师里面 信能产生心静的作用 静心的作用 好 那我们现在就知道 念我法门的意义在哪里吧 念我法门 其实有没有静心作用 我们不谈其他的 我们就从为师来讲 因为他是以信为路 那信本身有进行作用 对不对 好 所以念我以信真上 可以净化身心 所以达到 心静国土静的作用 所以在原理上就是这样 那最大的问题在哪里 在于信本身是 依三宝的识德能 所以从这个原理 我们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们有的人 念我以至修信 但他不能产生 很大的静心作用 因为他的信带着意义 他不能正义相无疑 那为什么 对佛法的识德能 真实佛法功德 不能如实绝了他 所以他的信不能生 信不能生的时候 就有所疑 有有有所疑的时候 就不能一心 因为他已经生多心了 所以为什么 就有些人说 我也念我 你还不行 因为你必须要从于 你是念我没错 但你念我那份信心 本身还带着多重的意义 你不知道 所以应该从于 经教当中 让你了解 三宝真实德能 这时候升起信心 升起善法意 然后升起精进 然后产生的进行作用 这时候就产生进度的功能 就这一本题 依托善而道 是为最吉祥 等心行布施 奉诸得道者 亦尽诸天人 是为最吉祥 所以这个从这里去看到说 等心实不恶 行布施 行布施里面 来感应 这个 拿奉诸得道人 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谈 《普贤行验语》里面有谈 当我们产生随习 会有哪些功德 比如说一个人做事情 我生随习有什么功德 一个人布施 我随习 谁功德大 不一定 有时候是随习的大过 亲自做的 因为亲自做的人的心 可能不一定亲近 但随习人不知道 他以你所做功德 生起极大赞叹 欢喜随习 心相义此善法 此善法得到的广大功德 有时候大过 亲自做的 那他有没有一定 没有一定 好 我们奉诸得道人 有一个学生问说 为什么要持咒啊 持咒有没有用 我说有用 讲对不起就有用了 何况持咒 那你说多用 那还看你怎么用 那为什么每个人都 座椅讲得很殊胜 因为讲出圣 你会意义产生 归义法 咒语也是因身做主 但当我赋予 咒语某些意义 因为教徒说 对不起 谢谢 对老外 他听不懂 但对听懂 就生起意义 我赋予咒语 不同意义的时候 即便它是虚假的 但这个虚假的东西 却能产生 你内心的真实功德 就像安慰极 何况这里面 也有我所说 圣生亏众生 所容理解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连虚假的 都能生起功德意 何况真实的 所以有的人就 习惯讲说 这个座椅不行 那个座椅不行 本来都不行 但也本来都行 就像金刚经讲 一切法皆是佛法 请问一切因生 六根六成 就像那个经典讲 法生辨一切众生处 亦辨此众生的全体处 所以一切六根六成处 要能上观法界生 都是入到处 所以咒语也可以 是因为法界生 以空为相 所以你也可以说 它无作用 但如果你顺应以法 何处非佛法 所以后来很多人在接着 这个行不行 其实都不一定看到这个道理 有的人用佛法 但扭曲了 用佛法的经典的句子 但扭曲了佛法 有的人用世间法 却表达佛法的道理 他没有一定 所以当我奉诸得道者 乃是进诸天 其实这里面马上影响的 就是说 你能善称赞他的德 你能善 恭敬这个得道者的道 其实你的心胸已经打开 你纳受这个善法 其他的感应不说 你要能尊他为道 有得道之人 比如说 现在有人 念我大行如来 嘿 有没有用 有用 阿伯不是如来 我知道 但有没有用 因为 假设 当然我们不能拿来七狂众生 这样就罪过很大了 但因为他相信我是如来 所以他念如来十八不空 结果他因念我这个大行如来 他往生 哇 还在轮回 可是因为他心清静 所以在经典里面经常也看到 弟子解脱了 失误还没 我不是想讲一个例子 那个 有一个比丘刚出家 他去脱博 脱博的时候 到一个地方 人家请法 供养完了 刚养完了 他讲说请法师上座说法 他刚出家 他说 哎呀 苦啊 出了家吃他一顿就要说法 我也不会说啊 怎么办呢 结果他坐在那里 苦啊 苦啊 他就喊苦啊 苦啊 结果下面那一对老夫老妻啊 因为修行更新很好 一听他这个比丘 一喊苦啊 胜苦地 两个就录定了 这个比丘看下面两个没动 赶快溜走 结果这个两个在那里供养的 会在那里已经证苦地 啊 其实他只是听苦啊 他真的苦 可是他听他苦一苦就证苦地 不一定吧 所以念大行如老妙有用哦 不过那只看一个三个人 不过一般念是没怎么用的 你这样一念会 不让我睡觉睡不着 最近怎么有什么 哪有人在托梦这样 好 那我们 最吉祥的 常依离贪欲 愚痴称愧意 能习成道鉴 能习以成道鉴 是为最吉祥 这个像前面讲啊 我们不是讲说 有贪淫称贵吃 是三贵三本 生于是之害 我们以这个三个贪生吃 来害自己 导引自己去轮回的 现在我们能离贪 现前得利益 我一直在讲说 我们这个时间可能会短个一点点 我们其实感应是马上的 我希望大家有机会 再了解一下法僧的意思 我这次在讲圣满经的时候 特别强调这个东西 因为法僧的功德 它关系到你怎么修行 那一切感应原理在这里 其实你的修行 包括我一直讲熏修 不是我们心修不是讲说 一焉心熏 这里会怎么样 在佛法的心修 没有跑出去的烟 它马上一起现行 就总之 现前总之 都在当下就醒起来 所以你起心动念 凡是相应的法僧 感应是当下 但问题为什么 感应都不会长久呢 因为在一个念正念起的时候 经常下一个念就是会正念 我们就夹找了太多东西 让那份感应不能成熟 假如你的正念很清静 而且能因众修 那个常识在修 那感应是很快的 所以我们经常在期待一个感应 往外求感应 如果从以法僧意来讲 它的感应从哪里 不是求 是舍 离以妄想 而不是说 像我们一般学会说 哎呀 活不撒加持啊 这样求就很正常啊 那活不撒讲说 你不要求 你就放下 他就说 活不撒讲 你不要求 你就放下 他就挥得求 他就 我就在你门 比如说 人梦的眼睛 活啊你不视线 他说你不要手拿开 他自己挥得把手门住 他就说 活啊你怎么不视线给我看 我就说 你只要放下就见到佛 他就说 我挥得这样来见我 那所以说 看似相信佛 但是是刚强难条 挥得医治的意思来学佛 从不了解 金领的真正道理 然后就用自己的想法 认为这叫学佛 但佛法告诉你 明明是叫你放下 那这个法僧的感觉 感应在哪里 但我知道法僧以空相应 所以我当要医 所以像我们念佛 有的人就傻傻就论说 哎呀这个哪个佛功德大 哪个功德小 对不对 有人就在分啊 念弥勒佛 好像是能灭 一百一十节 我忘了 有的人念就八十节 算一算 应该念弥勒佛 这功德大一点 这个光念佛就在算功德大小 我就讲说 其实你不用那么论了 你心能按住 十方佛现前家属 为什么 十方佛同共以法身 包括我的法 佛的法身在哪里 不理解我 所以当我一念相应法身 所以你应该学会 如何跟法身相应的道理 你不用另外求 而是如何 以法身是什么 以空 以实相为体 以真如为体 所以我心相的真如 可以跟十方佛当下感应 根本不用去计较 哪个佛功德大 哪个佛功德小 即当下 就能感应十方佛 所以变成有人学我到最后 一 所以有一个师父在演讲说 我不用求 我就讲说 我在讲净土上 他就担心说 法师你这样讲 有点好像是实相念我 好像都不用求 我说不是我不相信我 是因为我很相信 所以我不用求 因为我知道 我根本就随时在加持我 所以我只尽我的责任 佛的法身 实时加持我 所以我不是我不求 是我深信三宝 必然加持于我 所以我只问我的责任 三宝那边我不疑 如果你看是求 其实求只是增长你的善法 真正三宝不待你求 因为菩萨都就不请自由了 何况佛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 若以气非物能勤修道用 常事已可事 是为最吉祥 但我们知道 以气非物不当的事情 能勤修道用 常事已可事 就是允许的吉祥的 亲近的 这个是吉祥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 这是一个原则 那一切为天下 建立大旨意 修人安众生 是为大吉祥 那这个就更 这是菩萨道里面 所当有的 那我们现在 在这个慈悲里面 所产生的意义是怎么样 慈悲里面 我们一般来讲 在声闻来里面 经常是以无常为推动 但在菩萨 它是以悲心为推动的力量 所以我们在看到 我们在看到众生慈悲的时候 慈悲为什么会产生 其他的功能出来 当你的悲心很强的时候 你第一原以众生所起的恶 会因为悲心 而不容易生起 再过来 因为悲心 它会增长你其他的善法 是不是会增长你的善法 会 像比如说 有的人说 菩萨 菩萨为什么都 菩萨为什么跑去修成定 菩萨为什么躲在深山去出 因为菩萨修度化众生的时候 发起自己功德 不成就 所以菩萨为了成就这份功德 因为他是真实想要利益众生 所以他就想说 我暂时必须要把我的功夫念出来 所以菩萨会因为悲心 带动的他会静静六度 那菩萨为了成就菩提 这个为两个动力 然后就一直带着往这个前面走 所以当你能以慈悲众生 那以众生无所愿对的时候 这个是修人安众生 是为最吉祥 再过来往外 常遇吉祥福当性敬与佛 常遇吉祥福当闻法聚意 欲求吉祥福当供养众生 借据清净者视为最吉祥 所以说你如果想要求吉祥的话 应该怎么样 当敬于佛 还有敬于法 敬于生 那包括我们的佛法生怯 是吉祥事 所以我们已经从昨天到现在已经谈了很多 大家最好能掌握到 千万在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文字上表面之后 这个道理我们很容易懂 但问题我希望大家掌握的是这一个更实际的内涵 为什么归佛 归法 归生会有这些功德 正如我常问大家的一句话 就是说 请问你现在修的法是个佛法 是不是 当然是佛法 真的 请问你修的法会不会让你解脱 我们现在到现在走修的都是人家说 经典说 内心不能确定 因为如果透过你如理思维 从与法则不是光只是 道而三宝的命令指示 而是从与 因为四地原理 四地原理有没有谁在决定 有没有权威者在决定 没有 如是因果而已 这样的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 圣因圣果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当夸觉就是说 我们认为 为什么我修的法是佛法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你从经典拿出来是佛法 不一定 因为经典是这么讲 你不如是真实了解 所以你讲了佛法 这个道理你会产生这么样的情绪 因为其实我讲这些话 用意就是跟你讲 这叫四地原理 你以为是佛法 但你把它割解掉了 你看不到法升级的相依关系 你为什么觉得是佛法 因为我的佛法 我现在修的法是这样的因缘 但我同时知道 我的轮回因缘是这样 而这个东西刚好针对 轮回的因给它发出 所以很清楚 所以很清楚这个是解脱法 很了解轮回因 知道使轮回因 规得依词唯一这样的方法来对峙 所以世间无其他法有对峙 所以我知道我唯一归于三法 不归于其他 这个是宗教的执着 而是道理无事 所以我为什么叫解脱法 因为轮回因在那里 而我的方法刚好对峙这个 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在念火的时候 你认为你的念火能不能向着解脱 因为你当然知道 我在念火的时候顺着什么 刚好是要灭那个轮回因 所以每一句念火当中 都有一个具体对峙的 都有一个具体用心的 不是口在转的 整个念火都把那个清净意 那一份法意带入那一份博号当中 带着一个对弥陀 对净土的欢喜清净的 那真实那样的皈依 跟世间的艳离 而这个艳离心跟这个皈依心 刚好是针对苦疾三界沦违的对峙 所以我知道念火是解脱法 这个是经过你的圣思思考以后 产生出来的圣洁 所以就算你休闲上暂时不得感应 就算休闲当中产生了很多障碍 你依然信受不移 为什么 没其他的路 我今天会用这种感应 自有他的因果 而在此处 持着这个方法为究竟 我不动摇 为什么 到底如此 这不是光靠心 所以为什么说 你要求吉祥 应该什么 当文法句 应该供养众生 这个理由在哪里 要希望大家能好好思考 前面都有谈过了 包括聚集清净者 最为吉祥 自责 自责居士兼 常习吉祥兴 自自成会见 视为最吉祥 所以吉祥兴就前面 重吉祥兴 自自成会见 自己有这份抉择 知道何者为吉祥 所以吉祥在哪里 吉祥在你如何去抉择 包括我们如何 你看 我们经常用咒语 或是做法会 屈极必凶 其实屈极必凶 就是智慧 不是吗 为什么 凶往哪里成熟 我如何让其因言不去做 我让以生恶断 我让未生恶不生 屈极必凶 以生善令生长 未生善令不生 未生善令生 这不叫屈极 必凶 恶断 所以当我们在看善恶的时候 要知道这个因言从哪里生起 从因言生起当中 你才能知积极的对峙 所以这个我们之前也提过 有时候我们修行修了老半天 问你说你的善法在哪里 不好意思 我哪有什么善法 你跟我讲看是客气 我就会骂你 愚痴 懈怠 为什么 修老半天你都没有善法 你都没有善法 你怎么修施正情 因为以身善令生长 因为你都不知道 你的以身善在哪里 你怎么令生长 你必须要整个佛法 道次第在成熟当中 应该具足哪些条件 你才能修精进呢 所以 应该照理讲 读完一年 我只要问你 你的以身善是什么 自己平分 你的未身善是什么 所以这是你下一步要努力的 你的以身恶是什么 你有没有对质 你的未身恶是什么 你能绝了 这才是一个修道人 在觉醒这条路当中 步步向上的一个征兆 如果你都没有 那怎么修呢 患自闻佛教 心中大欢喜 那集前礼佛足 归命佛法中 这个因为患自来问 什么叫吉祥 那佛跟他讲众多吉祥 那心中欢喜 所以礼佛 那归命佛法中 就是佛法生 好 那时间稍微有点赶 不过也总算 这个前后用两年多 把法基祥讲完了 不过这个法基祥 是众多经典的集合 所以叫法聚 那我们这里面有提到 千聚当中 文一既可用 胜过你文千聚 那因为这个是 南传彼修 他们在修行上 这是一个综合的法典 可能是他们应该 祭送背送的东西 那看是简单的道理 但有时候我们谈过深的道理 往往是眼高手低 不行 所以当初会谈法基祥 就是说 用这么平淺的道理 其实隐喊了很多深意 那也让大家能做 最基本的 最现实的 具体的这些道理当中 作为秀道的起步出 所以我们把这个法序 其实这个法序 已经隐喊了很多的经典的道理 你如果有机会 会看到很多经典 都有类似的道理 其实说它是一个综合的地方 未必 时间各方面 都不一定能把这个道理谈得很具体 但也尽点清 就是我们这样讲 就是像我们来了这两天八个小时 就算谈不到多深的道理 但这八小时也算让你能安住在这个地方 不打妄想 得了几分的对佛法的感应 也是功德无量 也许我这样讲了到半天 我能给你们的有限 但你们都是 你们都是菩萨再来 一听到哭啊哭啊都这么 我待会就下去哭了的 好吧 那这边是不是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先回向好了 请和证 愿于此功德 愿于此功德 呼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功成佛道 这里面谈说 法师在佛法上的比喻 非常的传神易懂 再讲一个故事 这里面有很重要的 请法师以最方便善巧的比喻开示 如何观空又从何下手 如何与净土法门相连结 哇 全部都有了 所以你们就不能回去咯 好 看看 在佛法里面它有很多观念 我常讲就是中 因 欲 我们经常会用道理来证明你所讲的道理 就是中 你的结论 你的论证 你会用很多原因 但你找不到欲 那其实在佛法的论证英明当中 欲是一个也是因 我们在西洋哲学三段论识当中有大小前提 大前提小前提得结论 其实欲本身就是一个前提 但如果我们本身 我们现在经常就是纯理论证 包括我们讲经的时候谈道理 但我们谈道理的时候 却无法比喻表示你这个法得不到印证 所以比喻其实是印证 是证明 也是一种论证里面重要一碗 所以当你在说法当中缺少比喻 其实在整个论证之里面是不具足的 无法说服人的 所以为什么要说一切法要尽量从现实当中去落实 拿比喻以证明你的中 所以有中 因 欲 所以欲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说法一直无法在现实当中拿比喻 可能你这个法的认知太悬空了 而且不落实 你可能是纯理论证 但不能做实际观察 那我们现在来什么叫观空 我们讲说观空 所以我以前在一个地方也跟同学讲说 我们学了缘起信空之后 有没有任何感应 不一定有感应 为什么 你不会用啊 但其实有没有感应 因为我们变成平常其他道理可以得到启发 但对缘起信空的落实却不会 因为我们无法把这个道理拿来应用 我就讲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我常用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 你知道 对他是百分之百恨的 讲什么 就这个人一看到就讨厌 因为实在是很恨的 因为你知道他经常在背后毁谤你 所以你恨很恨他 那我来了 我知道 他之所以对他这个称心兼职不舍 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可恨处在 这个可恨处是因为他毁谤他 或是因为他某种 或者他太多的道理 让他这个 本来无自信的恨啊 变成有存在那里 好 那我没关系 我知道这个道理 我就跟他讲 这个人啊 他其实 背后常账叹你 真的 我就找一个 不管你问他 对啊 他昨天才账叹你 哦 真的 嗯 不管是真还是祖德 反正他已经在动摇了 因为原来是一个百分之百可坚定的恨 变成被动摇了 缘起变化了 好 他不但赞叹你 他还私底下你做哪些事还帮助你 真的 这个口气就越来越缓了 还有 因为我知道这个恨他人也很孝顺 我告诉你 他也很孝顺 还顺他的意 因为他是认为人要孝顺 而且这很孝顺 如何如何 之前他作恶啊 其实有时候是不得了 哇 然后一直讲到最后 嗯 对啊 他 也不错啦 不过他那一点我还是无法原谅啊 不过因为既然有这么一个缺点啊 我就如何如何 开始接受了 对 这就缘起性宽不是吗 为什么 我从缘起法让他原来的恨的因缘 你住不来啊 好 那从这个道理转到我们其他生活不是吗 我们经常讲说 我们对一个烦恼 包括我们刚才居住讲说 你认为他是黑白分明 所以他很难调谷 那我就让你那个黑白 黑白分明的法质 产生你的苦恼 我让这个东西从更广的角度里面 把你的执着打掉 也就是说 你的黑白分明是狭隘黑白分明 反而是让自己黑白不分 你应该用更广大来看世间更广大一的黑白分明 你才能正确作为一个真正黑白分明的人 结果我顺其黑白分明 但破其眼前黑白分明的执着 这不就是缘起吗 因为他依这个圣这个法 那我让他所依不存在 他的法就生不来 只生彼生 此灭 彼灭 这不是缘起吗 好用的人啊 就是不用 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教化的功能 其实也都在这里 那再过来 我们同样的就是 净土也是 净土我不是讲啊 我在其他课里谈到 你要往生净土 要厌离娑婆 要厌离娑婆之前要什么 要厌离娑婆苦果 要先去除娑婆因 要往生净土 得净土果 要修净土因 那我现在就要让你欺负在说婆的因言散调 所以我讲五着恶事 所以我把五着恶事要讲的 能让你那一份想要爱都不得爱的那一份懒卓心 不得胜 空观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五着恶事 草率 草率 带过 让他生不了离欲清净的心 我们所以作为 无常观是空观的第一步 所以我们对无常的观法要讲得清楚 这些无常对五着恶事的种种形状 让众生生起圣洁 实不可怕 这时候是不是就跟我讲的空无相无愿相应 实在实不可爱 因为是众眼所生实不可爱 所以我空其对这个法的执着 然后生起诸相 有众相分别 一切相都是虚妄相 既是无一切相都是虚妄相 何所愿求 这无愿 那这个无愿就是空无相无愿的道理 是不是就是延起庆空的道理 我把你爱的东西 从爱的 你比如说你依某种因言 对所谱深爱 我就从另外一个因言 让你所爱的那一个题不存在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还是依着过去的经教 在讲古着恶事 第一个跟现实人的苦恼有点距离 所以你应该取其经典的道理 针对现前世间容易爱着世间的几个面向 去加以把这个古着恶事的道理给写出来 这时候他就容易生厌礼之心 这时候生厌礼之心就是断收婆因 好 那我跟你讲 净土果 那净土果的因在哪里 我就要让他 一个我在世间 我要让他此灭彼灭 那我在净土的时候要此生本身 这不是佛法 所以有人要毁谤净土 于是 但有些人说 你这个业障重啊 这个是活缩的 你也业障很重 因为你也不知道到底在哪里 你也无法真正说服 其实 所以我就说谈净土 一般人要跟我谈 要去毁谤净土不容易 因为我是从元气的角度谈 你如果南传要火定我的净土 第一个 你要先火定元气法 但元气法他不敢火定啊 所以他也不敢火定我的净土 因为我的净土是一 我尝试用元气的道理啊 所以你一了解这个道理 你也同时知道那一份感应原理在哪里 所以当你在念起佛的时候 你的念佛的功夫应该往哪里下 才容易成就心上厌下之心 才能真正从以念佛当中一活聚众德 以众德庄严心 得到新进国独性的净土原理 才能无法 好吧 那我们就这次到这里了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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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